宝甘区up主力为谈 期待已久的异化版三体动画终于播了最新的预告 大家觉得如何 预告以三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还是挺新颖的 但看完我就觉得一定会引起讨论 不过熟悉玲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PV内容真不一定会用在正片 而且这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大家等待正片就好 首先PV第一个画面 一堆镜面块状物在组装或玻璃 注意环境周围被小行星带环绕 远处有一块极其高耸类似十倍的东西 后方则是一颗恒星 在1分48秒同样有这个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 右边这里的镜面体在不断消失 就好像被遮挡住了 或者变成二维了 但其他镜面物并没有这个表现 所以这里究竟是什么还不能下定论 这两个镜头要结合1分11的画面来解读 注意这群人面前的石碑 还有天花板的镜面跨状物 这是同一个地方 在放大人物细节 会发现这些生物的头非常奇怪 有些甚至没有常规的头 小说中三体人为了抵御高温和强光 身体有可能类似于镜面 这儿他们的躯体都被挡住了 所以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三体人 有可能是黑暗战役的墓碑场景 不过看远处的红光 估计是恒星的接近 石碑光芒的消散或许遇是毁灭 在联想预告是以三体人的视角展开 这里也可能是三体人的世界 也或者是三体游戏内的场景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 OK啊下个镜头 一位男子走在阳光下 背景是雪山 如果此人是罗吉 那么就是罗吉北欧某处一点园的地点 背景词想和说的区别是什么 衔接着太空电梯 与正式PV的质子视角相同 注意背景词 对他们来说是两个字 画面上有我们没有交流器官等等 这是书中的原文 既代表了三体人的想法 也在暗示人类思维的复杂 下个城市镜头 翻转一下可以看到 三体人滚出银河系 让宇宙感受人类的力量 还有网络安全的人有责等等 这种标语包括场景 时期上可能是逻辑苏醒的时间点 但整体的基调也太过灰暗 也或许是危机纪元大低谷时期前 鼓励发展工业的阶段 当然还有必不可找的玲珑灯塔彩蛋 非常nice 给彩蛋点个赞 下个镜头 到访能是叶文杰 还有被古真计划切片的雕像 这个雕像要结合49秒 1分02 1分08这三个镜头来看 从艺术风格和表现力 包括切片的雕像 对着海边的光芒来看 都有点类似于 异画自家的玲珑片头 所以这块 大概率是三体动画的片头OP内容 45秒 背景词再次出现 单调的详语说 表示三体人的思想直白 在之后 把街道场景的画面放在一起 47秒是盗放的红绿灯 1分钟是仰视镜头 前途无量职业培训 还有下一站太空 注意1分04 罗吉在人行道一动不动 再看1分14的车辆相撞 注意底下 绿色的人行道标志 这里就是罗吉被暗杀 但失败的剧情 1分16还有1分22 都是相同场景的不同风景 而1分26的车祸镜头 规模就有点大了 居然还有轻轨 1分29的细节就很多了 有间接救了罗吉一命的包 还有那位女友的鞋子 OK啊 暗杀的场景就到这里 回到51秒 戴着眼镜的人身穿着太空服 会不会是张北海 在执行大家都懂的任务 53秒哭泣的人 结合1分13的金鱼 他就是2号破壁人莫子 此处应该是他重新收到了 三体人邮件激动的场景 闪烁的诡异笑容 也可以理解为他内心的喜悦 56秒倒放的两人 看男方的脸型 就是51秒戴眼镜的人 注意女方的脸型和发色 和1分23秒右边的女性相同 结合背景屏 他大概率就是东方延续 由此推测 56秒的男方就是张北海了 1分16秒 疑似张北海的人 眼神坚定的在说什么 会不会是自然选择前进寺 右边蒙眼的人是叶文杰 1分18秒 左边的女人可能是庄严 但我感觉啊 是甩包就罗吉的女人的概率更大一点 1分19秒的人不用我多说了 看着一脸狠肉 妥妥的屎墙 和我以前看要说想象的差不多 下个到方镜头 疑似北海的人在佩戴装备 衔接着51秒直线任务的画面 之后是骨针行动的画面 1分35 看腿已经应该是妹子 再看这块玻璃 这应该还是甩包的女友 也不一定啊 小说中有出现带腿部纹身的女性嘛 右边的太空电梯不用多说 1分36 依然是墨子 但注意 右边闪烁时 出现了类似玻璃的磨砂感 有点像正式PV结尾质子的视角 注意后方海报 写着突破质子 还有经典的世界属于三体 再看他躲动的身体 还有风格式的电脑屏幕 这里就是53秒 墨子激动的画面的不同风镜了 1分37秒 看着下巴 魁梧的身材和手枪 是使强没错了 下方他看着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逻辑 之后画面又回到了逻辑与雪山的场景 1分45秒 看操纵感 还有飞船数据图 这里就是之前海报的控制室了 屏幕也在不断闪烁代码 但具体是啥 看不太懂 有知道的大佬吗 之后呼应了开头 但没有到方 值得注意的 就是我提到的这个不断消失的镜面 大家觉得代表什么 最后PV就在夜温节的背影下结束了 OK 不论别的 PV在细节上保持了异化的传统 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讨论最多的 就是用三体人的视角讲述了PV 部分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三体人有点感性 不够冷酷 特别是最后的那句 最大的敬意 但这其实是小说中的原话 不过不是三体人说的 人类在三体人眼中是蝼蚁 小说里最初发现人类后 三体人准备以不允许人类生育的仁慈方式毁灭人类 结果在发现人类的思维复杂后 他们害怕了 隐瞒与谎言是三体人从未接触的领域 他们就决定不仁慈了 直接毁灭得了 PV这段也算是完整的表达了三体人对人类的态度 用原话也是想致敬一部小说 况且目前公布的三体项目里 三体动画已经很能打了 而且三体在全世界都有着巨量的讽丝 这次动画画也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科幻魅力的时候 相信一句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咱们尽情的等待就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记关注加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